一种快要消失的川鱼地区小吃 哈喽各位好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我也是想着趁着天气好 去拍一个我以前没有拍过的题材 是一个探电视频 其实重庆有很多地道的街头美食小吃 只不过逐渐的随着城市发展 不少街头叫卖的东西它在逐渐消亡 今天这个状况看来我可能要变成社交牛逼症了 因为探电这个行为我真的觉得挺社交牛逼的 不过你总得迈出这一步对不对 提前说一下 今天我们要探电的内容 它是成都和重庆的一种街边小吃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一般都是在马路口 或者是在一些小学或者中学的学校门口 会卖一些这种小吃 名字叫做冲冲高 但是也可能会因为地域的不同 它各地的名字不一样 但大概也就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今天要去做这个探电 主要是因为确实很多年没有吃过了 其实还挺期待的 好的 那么现在我已经到达了 位于重庆市沙平坝区的三峡广场附近 沙平坝区是重庆市的教育种地 学校比较多 这种小吃店卖的多是比较正常的 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家店 也是我唯一现在能在美团上面搜到的店 位于沙平坝小学的附近 可能我现在走过去还得要5分钟左右 差不多到了沙平坝小学了 但是还得往前走在我的想象中应该不远了吧 果然这么一个非常小的店铺 看一眼这个老板还是现在正在卖 都不太好意思跟老板怎么说呢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想打卡的这家非常小的店铺 它的门面可能就仅宽2米3米左右吧 问一下价格怎么样吗 就每种口味都来一个 就每种口味一个的话总共多少钱 22块钱 可不可以采访一下就是这家店开了多久了 开了一年多了 这家店开了这么多还是说总共做这一行 就这家这家店开了一年多 总共做这一行多久了呢 我呀说了五六年了 五六年 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小吃的基本上现在都很少了 在街边上都看不到了基本上 现在做这个比较麻烦 现在很多年轻的人都不太愿意做了这个 是不是因为就是比较便宜所以利润也不是很高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哦 它那个全手工的做起来比较麻烦 好明白了明白了 全手工的 就价格在2元一个左右 然后总共有多少种口味 11种口味 12种 哦总共有12种口味 大概2元一个 再加上旁边就是沙平坝小学的地理位置 就基本上是卖给学生吃的吧 应该是 重大也在旁边 哦对对对 对重大也在旁边 没有可以做的地方是吧 就只有一家小店铺 那实际上在做这个的话 现在生意好不好呢 生意还可以 到下午的时候 吃的人特别多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街边上就有很多卖这个的 他所以说现在竞争可能就应该没什么竞争了吧 现在街边上不允许卖这些 你看现在街道这么干净 做的人很少了 现在都不愿意做了 即使是那些人去住一个门面 他也不愿意做了 太麻烦做起来 他没有多大的利润 这个小吃变少的原因可能就是利润低 然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但怎么说呢 确实还挺好吃的 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吃这个 他这个制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原材料是大米和糯米 把它打细了 然后做的 最主要的是大米和糯米 然后调料的话就是你们自己调制的是吧 对 我自己吃 那等会儿我品尝之后再说一下它的具体感受吧 毕竟很久没吃过这个东西了 你公司是一个 没有地方吃啊 我这什么意思 拿不了 有什么地方吃 这个是不是我怕冷了 两个不好吃 哎 可是他们可以吗 他们隔壁可以吗 算了不好意思 我们给他说一下 都是隔壁邻居的 给他说一下没关系 想说带回去 带回去也可以 带回去一样的 带回去 帮我们打一个装钱 你回去大概多少 多少 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那行 那我用保温袋给你装起来 哦 那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混到一个保温袋可以帮忙装一下 就这样 白嫖了一个保温袋的我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个由于我这个人特别害怕尴尬啊 就是我做一个探店的视频 我现在才发现就是 就是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哎 看来就真的很难走出自闭的感觉 好吧 那这个回家再说 好 那么历经了两个小时 现在终于回到家里了 如果不是白嫖了老板一个保温袋的话 现在东西都凉了啊 实际上呢 它这边是有 就是我们刚才买到的11种口味 有颜色的这个应该是红糖味的吧 对不对 就它 这是桂花的 然后其他的可能有一些水果味的是夹心夹在里面 两块钱的糕点啊 说实话你现在在任何大商场里面都很难找到 我来尝一下这个红糖味的啊 嗯 很软 它里面是有夹心的啊 在这个里面 还有夹心 嗯 这个呢 紫色的这个 这是豆沙的 nice 你想想那边 沙瓶瓣小学 学校一放学 大概四五点钟 川流不息的小学生 路过这家店 两块钱就能买一个 尝个鲜 红糖味的我感觉最好吃 这个是桂花的吧 这个是 它上面有一层黄色的物质 嗯 桂花味 它有的看外表其实看不出来味道啊 只能吃下去才知道 这是紫薯吧 应该是 哦 甚至还有抹茶的 实际上我感觉小时候在街边摊上吃的那种 价格更便宜 但是做的比这个更细 有颗粒感 而且呢 很软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许是我拿回来这个时间比较久了 刚出炉的时候应该是最细最软的 哦 这是个草莓味 里面放的是个草莓酱 因为最开始这个冲冲糕它只有豆沙加红糖 嗯 确实挺好吃的 但是我也不是大胃丸啊 就只能吃这么多了 买了11个总共花了22块钱 一个才2块钱 真的很适合放学之后 跟你的小伙伴一起路过这家店 然后一人买一个 啊 突然想起了当年上学的日子 现在我也只在美团上面发现了这一家店 位置比较正常的啊 其实重庆街边上还有一些很便宜的东西 那个瓷巴啊 凉膏啊 冰粉之类的 那么本期这个探电视频呢 算是跨出了一步吧 其实也没有探多少 毕竟那个店太小了 我都进不去 只是记录一下生活 毕竟这个东西我还挺喜欢的 啊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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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了